然后其实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笑吗 因为弹幕里面会大家会问问题吗 本来是让大家一起最后解答的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问的太多了 我就先问一下 好多人问见家长的吗 就是这肯定是没有了 因为刚谈恋爱嘛 就是肯定我不敢 这么邀请过我了我不敢 就是我妈爸妈在就是电视节目上看到过 就是只有在看到过荧幕里的形状了 但是真人是没有见的 还没有见的是吗 二位害怕吗 如果真见的话 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我不怕 你们俩太可爱了 这个问题我觉得先放过你们 因为很多今天在直播节小伙伴一直在问问题 待会有些大家一直说的 我就帮大家就提前就问了好吧 这样下一个问题也挺好玩的 就是你们在微信里面 备注对方的名字 备注的是什么 这样吧 都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能展示吗 能可以展示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备注的名字 我没有备注 我没有备注 看到吗 没有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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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微信名 就是他的微信名 对 没有备注 对 没有备注 对 因为 置顶了嘛 不用备注啊 嗯 对 置顶了也可以 对 置顶了就没有备注 而且 我是 我是 就是给重要的人反而不备注 不重要的人才要备注 哦 对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男生其实都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你特别熟悉的人 所以你能牢记于心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备注 我理解 我理解 英哥呢 英哥你备注的什么 我备注就是全名 就是大名 哎 怎么看 王子凡 你看到了 对 看到就是全名 因为 哦 就是 我觉得全名会比较 正式一点 比较正式一点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看了二位的备注之后 感觉二位还是很生疏的吗 那 不少 不少 不太少 一个备注是全名 一个备注的就是微信 我根本就没有备注 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两个人交往的 不一样的这个状态吧 我觉得也蛮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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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